我学武,学会了仇恨和报复,打击坏人,同时呢,我也学会了去爱别人,对,讲得好,所以爱别人,这就是普世价值,也是一种哲理,那怎么爱别人呢,邱锦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,邱锦他说啊,人皆爱己,人人都爱自己,铁律,对吧? 爱己至极,至于爱群,就是你爱自己爱到极点以后,你就会爱别人,爱这个群体,至于就是发展到那种程度,至于爱群,所以邱锦本人啊,他就是一个爱群的人,舍生取义,那为什么爱己至极,至于爱群呢,是因为他就发现了规律, 比方说现在,大家都说,优胜略态,就社会发展规律,比方说你这个人比较无能啊,或者你有残疾啊,或者你家庭没有什么背景啊,很穷,甚至是个孤儿,那你就是个弱者,你弱者,你争不过别人去,那你就被淘汰掉,活该,好像是规律性的东西, 其实啊,人类和动物,植物,所有的世界万物,它竞争固然有某些小小的刺激作用,但是真正,人类和万物啊,它之所以存在,是互相爱,互相帮助,共生,互助,这么一个结果, 所以任何一个物种,包括人类,如果没有这种精神,肯定都玩完了,肯定玩完了,肯定灭亡,百分之百的灭亡, 所以这个大尔文的进化论啊,它只说对了,就是百分之十,百分之九十啊,不是这种竞争进化,而是互助进化,这个理论,实际上松中山以前就说过,松中山这个,一百多年前,人家就懂这个道理, 但是这个,因为这个政府也没有好好地去宣扬这个松中山的思想,大部分人都不懂这个哲理,不懂这个道理,是吧,光是说啊,现在竞争社会,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上,对吧,然后满脑子都是竞争。